坚持挺韓 非韓不投的 决心不变 我们这个立场也从来没有动摇过 国会政党联盟在云林大动作开记者会 强调非韩不投的决心 主因就是11月30号 妙天在南港大讲堂举办法会 特要蔡英文总统立临 虽然最后只有立法院长苏嘉全出席 但此举也让外界怀疑 难道妙天倒戈挺婴了吗 觉得到小英总统 很希望你来帮他 对啊 你诚心啊 蔡英文透过苏嘉全私下牵线碰面 尽管妙天没有正面回应 是不是转向挺小英 但绿营操作妙天弃韩挺蔡 刻意塑造 拔装成功氛围 国会政党联盟紧急澄清 那是一个宗教活动 并不是一个政治活动 主席也没有明确的表示 要支持蔡英文进权的认为 坚定下架蔡政府挺韩决心不变 因为妙天与韩国瑜的关系相当好 11月2号韩国瑜才出席 国会政党联盟建党周年大会 和妙天同台造势 当场就表态要助韩国瑜当选总统 敬服韩国瑜当选总统 韩国瑜加油 坚定下架蔡政府 一直不变 更不容妥协 总统大选不到50天 韩国瑜被加持过的宗教票 蔡英文也来抢 想靠同乡关系拉拢 宗教票蓝绿必争 也影响选战胜负 记者廖文斌公寓的蔡敦盈 有点报道